刚提车不久的你是不是也发现了特斯拉表现剩余里程衰减的情况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别急 看完这条视频你就会明白其衰减的真正原因 以及让续航自己长回来的方法 视频有点长 禁不住的小伙伴一定要点赞收藏 并分享给身边的车友一同观看 祝大家一起摆脱衰减困扰 与小一了解 特斯拉满电剩余里程的减少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剩余里程的减少 其实并不代表着电池真正的衰减情况 由于特斯拉的表现剩余里程是通过BMS电池管理系统 根据一系列车辆参数计算得出的动态预估数值 所以也就会出现AUT升级后 表现剩余里程增加或减少的情况 甚至还有老司机不减反增的情况 而表现续航代表更多的则是当前车辆的剩余电量 如果你想要知道车辆准确的剩余里程 则需要我们打开车机的能耗表进行查看 而不会看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小一知识核集第135集 那里有能耗表的查看方法 其次 如果你的爱车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因为其化学特性的原因长时间不充满 而会影响电池SOCK精度的校准 从而就会出现这种表现续航不准的情况 所以磷酸铁锂电池便以每周至少充满一次来保持电池的校准 并且最近2022.28.2的AUT升级后 在使用特斯拉超充即将完成充电时 屏幕左上角会出现正在校准的字样 各位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啊 说不定充满 你的表现续航就自己跑回来了呢 那最后一种情况也就是电池真正的衰减状况了 由于电池化学特性的原因 无论是什么电池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使用习惯的不同 一定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衰减 不过大家并不用过于担心啊 毕竟特斯拉有着8年16万公里的电池质保 并且把特斯拉开了几十万公里的老司机 也大有人在 但如果你实在担心爱车电池的衰减状况 可以拨打特斯拉400电话 进行查询电池健康百分比 同时也可以去当地的服务中心预约检查 但话又说回来 与咱们的手机一样 不同人使用的电池肯定衰减程度也不同 关注小一 下期把我祖传的电池保养技巧传授给你